好,我们今天看到名词篇的第二个小单元 对,名词篇 名词篇其实名词跟形容词有息息相关的概念 对,会和相可以转换 没错,名词如果加上一个字就变形容词 那个字我们叫做 off 对,所以off加名词推出形容词 是 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对不对 对,对 那这个的就在这边 OK,那什么什么东西的后面加上 off 对,OK,那就变成一个形容词了 好,我们看看它的翻译题先 好 我们看看这边编号第一个 这批人正在为国家执行一下 非常重要的任务 好,英文叫做the man were on a mission 答案在这边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ir country 这个important本来是个形容词 对,形容词 当我们把后面叫off把它改成名词 推出一个形容词 没错耶,所以同学可以做一个转换 对 请看第二题 来,这个男生答应要帮忙 而且我知道他是个 手信用的人 对,手信用呢,我们看看英文 He had promised to help and I knew that he was 好,答案在这边 讨论看看版面里头居然叫做 a man of his word 对,手信用的人就是信守 诺言诚实的人 对,就他讲过的话啦 就是一定要做到 OK,好 下面第三句呢,我们说参考书 对自修非常有用 完全没错 这个答案叫做of great use OK,the textbooks are great use for self learning 没错,就自我练习是非常有用的,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看我们看不到有用的,有用的,有用的 形容词都变成名词了 没错耶,所以有用的英文 我们来看看一个特殊的句子 好 Pisa老师跟大家介绍这个有用的 我们叫做it's useful useful 这样子看,我们用红笔 刚才会做一个小小注解 好了,辛苦您了 不会哦 这个字呢,我们叫做useful 叫有用的 对 这个字呢,我们叫做useless 叫做没有用的 有用的、没有用的 形容词 形容词要换成名词 对,我们就加一个字就好 就在这边,对不对 of把后面加上use,对不对 对 那这块也是一样哦 of后面加use 没有错,可是我中间加了一个字耶 那个字叫没有的 没有,其实我们一般来说 都会想用这个字叫no No Pisa老师,你建议我们用哪一个字呢 这个字little 比较高干一点点 它高干在哪边 因为它看不太出来 它就几乎没有 没错,就是这个字 让你看不太出来就是否定 就没想到它居然是否定 对耶 就同学想说 老师,以后我写这个句子 你看不懂就代表它是高干 这个可不能误解 这little代表什么呢 不要乱教人家 不可数 抽象 而且是否定 对 对,所以不是你随便乱写 对方看不懂 就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高干的意思 不是这样说啦 对啦 好,那这样记得了 好,我们把版面清空一下一下 我们看到呢 这个音本上的几个重点 好 下面这边呢 我们看到of加抽象名词 就推出我们刚才说的 形容词的概念 对啊,所以有用的重要的 有没有就是of加上 看看一个句子吧 好,来这边of use等于 useful 好,对,我们刚才说过 所以这边不用浪费 对,我们就往下巴 坦白说,我们其实浪费很多同学时间 但是不断讲一些重复的话 我们是想要加强大家的记忆力吧 像这句话就是浪费各位同学时间 那第二呢,我们看看 第二个of great 还有much 和我们加 抽象名词 对,very加形容词 对 OK,那个时候呢 我们刚才说no跟little 可现在我们换两个字耶 哪,哪两个字啊 这两个字啊 much跟 great great,对不对 好,所以这两个字 我们看看呢,举例 这举例我们刚才说of much great use 就等于 very useful 原本只有useful,对不对 等于of后我们加use 是名词 现在我们加两个字叫做much跟 great 居然就可以多一个字叫做useful 对啦,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讲废话 总之就是多换不同的用法 对对对 第三个重点呢,of加名词 可是我们加了 他奇怪加抽象名词加了否定的形容词耶 对,否定形容词 那我前面本来是much很多 很多 还有great很多 很多 那如果是变很少的话呢 就没有加no 还有你刚才建议大家读的那个字 几乎没有叫little 对对对,就是写到老师们看不懂的那个字 叫做little 真的啦 这个字我们叫什么东西呢 造一个例句好的 of no little you do not useful 或者是 useless 对,所以同学可以自己挑 好,不禁得一定要按照原本背的单字来做 对,就很多种方式都可以写就对了 对哦,好,没错的 好,OK,我们看下面这边 常用词组 我们说of加名词推出新 新容词 好,我们试试看哪些常常这么用 第一个呢,靠我这边的叫有钱人 多财多益 竹子多谋 博学之人 还有守信 好,那P老师英文怎么说 A man of wealth 大家都知道,钱嘛 对 可是那个main要怎么解释呢老师 那叫方法 方法 就是你有什么赚钱方法 OK,股票啦 房地产啦 基金啦 或抢钱 抢钱,对 或抢银行等等 或偷也可以 对 好,这几个方法 只要能赚都赚 所以八种方法赚钱 就代表你是一个有钱人 有钱人 对对对 那多财多益呢 A man of talent 叫财艺嘛 好,这没问题 那parts,老师你又怎么解释好了 这个parts就是我身上有很多不同的功用 我都可以拿来用 哦,很多种财艺的意思嘛 我可以用手呢 绑在后头用脚开冰箱拿香蕉打开来吃 所以我是个多财 这是很厉害 没有人一般的道具 你看这每个部分都有的用 原来是这样 好,那竹子多谋呢 A map resource OK,resource是来源 来源 就是你的脑袋有各方面不同的地方 想要问什么我都找得到的意思吗 对对对,就是电脑啦 好,这边叫做博学之人 好 应该可以清楚了 对很清楚 刚才说过手信之人 就是说过的话一定要 信手做到 要记得,对不对 OK,我们看下面还有哪些最常用词组呢 好,靠第一盘 沉默寡言 世家子弟有经验重要人物 还有价值人 好,Pita老师那我这边呢 那沉默寡言就几乎没有话 刚刚讲little 可是我们看这边叫fewords 在这边,对不对 fewords是几乎没有的意思 对,几乎没有话 好,那这边世家子弟呢 叫做family 就是传承下去 对,一个世家家族 好,那下面第三个呢 经验叫experience OK,再来 或者在那个时候当下 你会想到off moment 那这个字呢 significance 这个字也就是importance 重要的意思了 所以这三个字都一样 对不对 你是一个有价值很重要 很有什么呢 很有概念的人 有地位的人 对,就叫做什么重要的人 OK,所以下次不用说 I am important 对,换成off importance 或这三个你可以做一个选择 没错,OK 现在我们要当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也不用这么快 OK,好 来看看自由跟奴役当中 要做个选择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好,那我们看看答案 应该怎么说 It's a matter of moment to choose between liberty and slavery 好,那这边呢 Pita老师要帮我们介绍的地方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重要的事在这边 是不是叫做 Oh,poment加上 Importance 或那个当下很重要 对,那个当下很重要 叫做moment OK,好,第二 我祖母是一位 有美德的女性 美德就是美好 然后有道德的人 美好 那个名词想想看是什么 对,没错 答案要出来咯 My grandmother is A woman of virtue OK,所以看到这两个细细词 加上名词了 好,再来参加第三 语言对人类的沟通来说 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句子 应该叫做Languages are of Great help to human Communication OK,好,那我们用红笔来可能做后呢 做一个小小复习 Hommy这边我们刚才说of Homment加名词 就在那个时候重要的那一 重要的人 对,重要的人 重要的那一刻 对不对 所以这一刻叫做of moment 没问题 好,再来这边呢 我们叫做of Homment加上 Virtual,美德 所以你看of加上美德 变成形容词 修设前面的woman 完全没错 这边呢我们说of Homment加上use 或是help 很有帮助就好 没错 而且我们中天还加了一个字 叫great 还记得另外或者换着much那个字 对啊 所以下次记得of加名词 推出形容词哦 对,那就对了啊